我們就看聽得懂 看得懂的東西 money 錢 美國企業就直接了 我們給張老師做個請教 因為美國的商會就說 如果跟中國大陸脫鉤的話 將會損害美國的企業 他們甚至給白宮一個數字 就是如果美國企業 減少對於大陸一半的投資 GDP 美國要損失5000億美元 其實大陸 大家也都知道 它最大的武器之一就是 除了外交跟軍事之外 就是它的市場 是個大武器 那剛才担任賴茨基金長 他對於拜登上來之後 布林肯這樣的談話 也沒有任何對中國大陸示弱 或者是有放掉任何一個區塊 但你來看 北京是否 他怎麼樣去解讀 這個戰略的一個指南 然後他又看 是否因為他市場夠大 所以他其實在看準 白宮真的要下重手的機率也不高 我想北京的研判 大概很清楚 就像他們所講的 第一個 短期內 關稅完全不會有減讓 但是關稅 也不可能有再新增加的項目 第二個科技戰 握住所謂中國大陸科技戰這個部分的 尖端科技完全不會鬆手 但是在那些所謂非至關重大 包括像剛剛郭委員所講的 一些比較低階的科技 他可能會放鬆 第三個很清楚 北京面對這種格局 他當然靠的是幾個 第一個 他自認的說 自己擁有所謂市場上 一個所謂基本優勢 因為在2020年 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在主要的國家經濟體當中 中國大概是唯一正增長2.3 那如果美國 大概GDP是負3.5的增長 那特別你剛剛所提到的 FDI就是外資 外資的部分 你看中國在2020年 他的外FDI的投資 高達1,330億 1,630億美金 美國大概只有1,340億 就是說中國第一次 因為投資的FDI金額超過中國 那相較於 對超過美國 那相較於2019年 2019年 美國的FDI有將近2,500億 中國的FDI才將近 所謂1,300億左右而已 所以從這個角度 中國認為說 以今年他的GDP 大概是至少是6%起掉 因此面對美國 這樣一個封鎖他準備做幾個 就第一個 一定只能鬥 但是不能破 爭取更長的戰略局疫情 第二個 權力所謂的發展內需 第三個 很重要的 跟主要的 美國在積極爭取盟邦嘛 那中國大陸 你看看跟歐盟也好 跟RCEP國家也好 甚至跟俄羅斯也好 也希望能夠積極建構一套什麼 建構一套所謂的 經濟合作的機組 來弱化美國跟盟邦之間的一些聯合 來圍堵中國嘛 張維蕭教授這一番話 已經把十四五的規劃方向都講出來了 不過我們來看 我補充一句話 是讓兩國的那個戰略意圖表現都越來越清楚 那就看你客觀能做到什麼程度啦 戰略意圖清楚 對 那對於台灣的戰略是清晰還是模糊 拜登這個也是戰略意圖而已啊 布林肯也是啊 那各位我問 對於美國對於台灣的戰略呢 因為我們過去討論過對於台灣的戰略清晰或者是模糊 對於美國接下來在兩岸之間的一個角色的扮演 你覺得現在的做法是趨於更加的清晰嗎 我剛剛賴警長講一點是對的啦 就是說他不具體三公報啦 一宗啦之類的 他就直接講實質嘛 說我們支持台灣的民主 支持台灣的安全架構 可是我比較好奇還是具體他做什麼啦 具體就是在AIT的辦公桌上我們看到了 鳳梨 請教一下Ross 兩會的前夕 大陸對於香港的民主派就是蓄壓 那對於台灣的鳳梨 就是暫時不能夠去大陸 有一個分析報導說 這些做法在兩會的前夕突然拋出來之後 也某種程度可能是北京要測試 拜登他的回應 跟了解華府的底線是什麼 你怎麼看這樣的事情 如果說美方只有口頭上面的譴責 而沒有剛才像郭委員講的 進一步做了什麼的話 那是否對於這樣的動作的力道會越來越強 你的觀察 之後我想中國還是會繼續採用這個方式 來打壓台灣 以後會有其他的農產品 可能會被禁止出口到中國去 所以這個我們在台灣心裡 可能要準備或政府要準備應應措施 但是美國能做什麼的範圍真的是不大 為什麼呢 其實台灣很多這些農產品 價錢不是很可能沒有競爭力 所以美國也沒有一個市場 美國的Pineapple 這個範圍是最大的來源是Costa Rica 對 而且Costa Rica是占這個市場 美國的市場很大的一個數字 那其他國家像泰國 菲律賓 他們比較有競爭力 所以其實台灣在美國的這一方面 我覺得沒有辦法幫太大的忙 除非美國真的想跟台灣 簽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但是在短期之內 我也覺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 我身為一個美國人也常常 常常吃鳳梨 常常上節目 我在捨島軟體等等 我是覺得這種方式 我覺得是沒用了 而且有點幼稚了 所以我說 比如說AIT的做法 國際合、澳洲、紅洲什麼的 後來有一些美國政治任務和外交官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忙 那怎麼樣才有實質的幫忙呢 就趕快來Push FTA FTA或在其他貿易方面 有一些進展 不一定是在農場 比如說可以有其他的 台灣的產品 取代風力等等 還是有實質的方式 RAS的說法 就是美國現在政府做的做法 就是口會石不治 你不覺得嗎 那我先想問一下四位來賓 美國挺台灣鳳梨 對中國大陸目前就停止在 口頭上面的譴責 四位認為 還有下一步更實質的制裁行為嗎 圈或差 Yes or No 你怎麼看 你是說誰對誰制裁 美國對大陸 我不會去回答這個問題 不會回答問題 因為關鍵是在什麼 鳳梨它是農產品 農產品又不是要賣電視 賣那個什麼東西 它不是這樣 它有產地 它非常localize 所以在每一樣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 每個國家都會保護自己的農產品 我們不要說鳳梨 翻石流到美國去談 檢疫的問題就談得很麻煩 然後它和我們這邊規則 本來就是不太一樣 每個國家因為自己人文 就是那個自然生態氣候 等等中間的差別 在家要保護自己的農產品 所以必然對於任何外國的 不管是它是敵國還是友善國家 我一定都會有很多的限制 賴之鑫 我把問題顛倒過來問 那有沒有大陸方面 對於台灣其他農產品 進一步類似同樣的方式 作為的可能性 我是覺得絕對會有 你覺得會有 所以假設AIT也會有類似的照片 你說AIT 你是鳳梨換其他人 張老師你的看法 對理論上當然鳳梨這個問題 北京有它的目的跟考慮 第一個它當然某種程度 想要所謂的殺雞儆猴 就是凸顯說台灣方面的農產品 對大陸方面 特別是水果方面 有很高的依賴市場 那為什麼選擇兩會之間來做 我想北京方面 一定有它的判斷 那它應該是兩個是主要考量 第一個考量 北京方面想藉此來凸顯什麼 因為第一兩岸關係 現在包括近期來 是比較屬於緩和的趨勢 不管是拜登的上台 蔡總統元旦的講話 我們新的國安人士的部署 甚至大家都認得說 有可能是要春晚花開了 甚至是安格講到榮兵了 所以北京就想用這個東西 來凸顯一個議題 就兩岸是沒有政治互信 不但不可能恢復談判協商 連很多的交流 多多少少就會影響 對那第二個 當然北京方面也認得說 這一次是鳳梨 它凸顯它的主導性 因為兩會期間是大陸民主主義 非常高漲的時候 那他一定說 我們對台灣對任的問題 我們有十足的信心 我們充分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 但如果這兩個目的都達到了 除非兩岸關係有進一步的惡化 但是我看不出來說 北京方面會在進一步 農產品跟其他的經貿議題上 對台灣採取一個所謂的 強制性的制裁措施 這反而跟他目前的基調是違背的 這個基調是什麼 十四五規劃馬上就要通過了 那這個通過之後呢 大陸方面一定會加大對台的 所謂台灣叫統戰嘛 大陸叫所對台政策利多嘛 兩位認為可能還有其他的後續 張老師認為應該就打住 如果說除非更進不二吧 那我講個中間的啦 因為昨天就傳出 對台灣到大陸的世家 變成竹箱開業 那這一樣也有壓力啊 價格也會改變 這個就不是所謂的什麼抓到蟲啊 不是啊 這完全就是行政措施上 他給你變賣 嗯 所以 像這樣的情況會出現 世家很容易壞嘛 他對澳洲的龍蝦也是這樣啊 很多事情都不一定要 實質上的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但他絕對是一個 政治上面的宣誓跟訊號 像大陸到台北的這個 高速鐵路公路跨海 這個是大陸的國務院所印製的一個圖 上面就畫了這一條 那當然你說能夠蓋得成 工程紀錄上面 可能都有很多的 很大的一個問號 但它就是一個 政治上面是一個嚴肅的宣誓 我想請教賴志欣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他們都會有他們自己的宣誓 因為基本上來講 他認為台灣就是它的一部分嘛 而且在統一的規劃裡面 他當然就會 他從12、53、54 都有搞這個東西啊 其實我們上次節目沒有一條 就是因為這個也不是新的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來講 我是覺得我們就了解到 然後那個知道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知道就 我們就 因為基本上 如果我們不配合 他怎麼可能做得出來 這個東西不是他在地下挖過來 我們這邊就要那個 樹手就起來 如果是一個不可輕忽的 一個政治宣誓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這個事情呢 沒有 這邊的話 大家會問的就是說 如果作為這個東西要能夠完成 那是不是表示說 他在之前是不是已經完成統一 對 所以說他們回推 大家會問的是這個問題嘛 對 他們回推就 很多社群上面討論說 那如果你回推的話 可能台灣問題就是三五年之內囉 因為他2035要蓋好 那換句話說 我們是三五年之內要被他統一嘛 他的意思就是一個 這個討論就是熱點會在這裡 那關鍵就在於說 第一個他對自己的能力 是自信到這個程度 他覺得不管台灣人的意願 他就可以把台灣人統一掉嘛 這是一個 跑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有一個很緊張解決的方式 台灣可以辦一個公投 所以我們反對 他又討厭我們辦公投 所以我是覺得像這個東西 基本上那個來講的話 他們總是要做一些這種規劃 那這種規劃其實成或不成 習或不行 往往就是等到什麼時候時機 覺得還可以的時候 又會把它拿出來 不行的話就一直擺在那邊 它很多做法都是這個樣子 兩岸之內就是很多的 政治符號 政治宣誓 當然還有更多的意識形態當道 像當中我們回到鳳梨那個話題 當然陸委會希望能夠 解決農民的問題 就希望能夠鳳梨 趕快能夠有地方賣得出去 但郭委員跟您請教 在這個同時間 國安單位又認為說 大陸現在要出資 包括台灣的網紅 或者是直播主 要給一些培訓的課程 這就是統戰 那這樣的話其實很多時候就 不同的單位之間會有一個 政策上面就卡住了 你怎麼看呢 我感覺這個是以前那個創業 就是青年創業基地有沒有 那陸續的延續延伸 那主要還是要讓你在 中國大陸就業啦 倒不是說是要統戰台灣的網紅 這個想太多了 國安單位就這樣講 那國安單位可以做他的理解嘛 那陸委會就很trouble啊 事實上就不是這樣嘛 事實上 因為台灣的網紅也有自己的市場嘛 他如果去了大陸接受培訓 他回來他的粉絲還在嘛 他要考慮這個問題啊 對不對所以 不可能是這個 不可能是政治的角度啦 好我們大家說一篇回來 就是繼續鎖定 兩會 目前為止新聞上面所揭露 對於包括了兩岸跟香港 世界的影響 馬上回來 第四個舞台